Hello 大家好 我是朋友圈观察家 管长 最近我刷朋友圈 发现了一个起义的现象 就是不知不觉有很多人跑去卖保险 而且十有八九都是某帮 这些人职业各不相同 有曾经的企业高管 律师 媒体人 健身教练等等 但他们朋友圈的文案都出其一致 每天不是元气满满就是岁月静好 时不时发些心灵鸡汤配上红酒西餐 或者今天去培训 明天去品茶 偶尔还和某某总来一场亲切交谈 收益匪浅 这不禁引起我强烈的好奇 这公司是有什么魔力 能把这群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油条们 活生生训练成了一群微商 但是这个疑问 我展开了调查 在视频开始前 我得强调一下 我对保险这个产品本身并不厌恶 它只是一个金融产品吧 但我对它的销售套路扩张模式十分讨厌 所以本期视频只针对保险公司 并不评价产品 也不构成投资建议 即使如此 我估计这期视频 还是会被某些公司给举报 所以我都会使用戴成 我相信每个人这辈子都或多或少被保险骚扰了 比如接到陌生电话 问你需不需要保险 去银行存钱 问你需不需要保险 走在路上莫名被人搭闪 问你需不需要保险啊 800年没联系过的同学突然联系你 问你需不需要保险等等 他们的话术也跟黑社会似的 你和家人 老婆 孩子看起来都很幸福 你也不想他们有事 对吧 更夸张的是 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 在网上找工作 看到JD上写着弹性工作月薪上万 兴充跑去面试 结果被告知其实是卖保险 面试官还特别理直气壮 虽然我们没有底薪 但是我们提成高 只要你业绩好 月薪5万都不是梦 虽然从业人员一再强调 保险跟传销是两码子上 但在消费者眼里 拉人头的行为和金字塔的结构 让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 则是保险代理人制度 根据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125条示意 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公司委托 向保险代理人收取代理手续费 并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 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和个人 简单来说 就是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签合同 帮忙卖产品 公司则付给代理人佣金 诈听之下 多劳多得挺好的制度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而将这种制度引入到内地的 正是某邦保险 1992年 在台湾省南山人寿分公司 担任总经理的徐某广 被调配到上海 筹建上海分公司 当时内地的保险行业 只有几家保险公司 业务大多还是以财产险 团体险为主 险种单一 于是徐某广以此为切入点 主打个人授险业务 同时将代理人制度带了过来 代理人制度相比 传统的营销员直接销售 堪称将为打击 因为保险公司和代理人签的合同 实际上是代理合同 而非劳务合同 所以根本不用给底薪 只有当业务员卖出保险后 采用支付佣金 等于是极大地降低了销售成本 怎么都是赚 大家想一想 采用这种制度以后 公司如何将利益最大化 当然是疯狂招人疯狂扩张 对不对 产品重要吗 一点都不重要 只要我招的人够多 他们能把保险卖出去 我横数都是正 徐某广就是这么干的 为了了解当时上海的年轻人 徐某广经常自掏腰包 请他们吃自助餐 而上海某帮 第一批招募的36位代理人中 就有20来个大学生 除此之外 则是一些公务员 教室 外企员工等等 招这些人的好处显而易见 在那个年代 他们的身份相对体面 面对客户可以增加信任感 同时年轻人积极度高 并不在乎底薪 眼里只有高额的佣金 于是 在那个还没有普及手机 人们日常联络多 依靠见面的年代里 他们的推销手段就是走街串巷 挨家挨户直接上门 走进一撞撞居民楼和写字楼 向人们宣传保险理念 这就是保险行业常说的陌生拜访 由此 他们成了上海街头最早的 跑街小姐 跑街先生 从徐某广打开这个潘多拉摩盒开始 人们就陷入了 不断被保险业务员骚扰的时代 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办公室在门上 都贴上了谢绝推销的纸条 然而作为始作俑者 徐某广却不以为意 在接受采访时他说 保险代理人不能够死缠乱打了 要对客户关爱又有爱心 因为一些代理人服务不周到 还有个别挪用客户钱款被告上法庭的 分别都有通报处理 至于谢绝推销人员进入办公大楼 这个全世界都有 正是依靠这种制度 某邦短时间内就在上海站稳的脚跟 其他同行也开始纷纷效仿 其中成绩最卓注的当属某安 1988年 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创立的某安保险 是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 最早业务只有财产保险 其创始人马某哲也是个牛人 虽然只有初中学历 但一路带着只有13人的初始团队 做到了如今世界500强 马某哲的一大招就是善于挖人 因为保险代理人的制度 让他意识到 保险公司做大做强的核心就一条 人要多好 在某邦进入内地的同一年 马某哲以大陆首位商务访台人士的身份 前往台湾处理一桩理赔案 同时得以近距离接触台湾保险行业 也正因此 他看到了人寿险业务的发展潜力 随即决定开展此项业务 据说一开始 马某哲也曾去某邦取经 但吃了闭门羹 1994年 他挖来了在台湾受险业界 托付盛名的黄某根 等一众台湾保险业的骨干 搭建了某安受险业务体系 世纪之初实行了龙腾计划 更是招揽了总计约500名 台湾保险行业资深销售经理 以徐某广 黄某根 等台湾保险老姜为代表 这一群台湾保险从业者 后来随着业务分配 或是个人职业变动 分布于内地各大保险公司 给内地的保险行业 带来了一整套 成熟的受险营销 以及培训体系 如果说 内地最早培养的保险代理人 一开始还具有一定的准入门槛 那么随着保险市场的逐步开放 以及巨大的人口功力 保险代理人逐渐走向了 走量不走至的盲目增援之路 保险公司通过高额的佣金 和高超的洗脑技术 将代理人们变成了推销机器 最先被盯上的是家庭主妇 这里有几个原因 首先 担忧家人健康购买保险的 往往是他们 所以他们最容易 被保险公司接触和发展 同时他们需要照顾家庭 很难朝九晚五的作伴 保险公司许诺的 既能兼顾家庭 又能获得不菲佣金的条件 很有诱惑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小时候家里很多阿姨 甚至自己的妈妈 被鼓动去卖保险的原因 其次就是刚毕业的学生 因为初入社会 还没接受过读的 往往对第一份工作 都抱着学习的形态 没有底薪也能干得 惆怅满志 很容易被高额提成所顾获 这里记住一条就行了 没有底薪的公司 都是骗子公司 这些人通常经过 简单的培训就上门 对产品并不了解 为了快速开单 就只能从身边的 亲戚朋友下手 利用人情来说服对方 他们自己也未必知道 合同中的弯弯绕绕 但被公司所营造的 氛围和理念洗脑 认为公司是强大的 产品是靠谱 卖给对方还是为对方好 最常见的话术 干脆就是 你相信我就行了 我不会害你的 为了方便这些代理人销售 保险公司也开发了各种产品 比如我知道的万能险 什么险种都来一点 号称全方位保障 还兼具理财功能 如果对方怀疑保障 就可以用 你相当于每年存几千 N年后能取几万 来模糊概念 让人误以为有退出机制 是存不是满 实际上 当你急需用钱的时候 压根取不出来 理事大家都没有保险意识 但碍于人情无法拒绝 最后稀里糊涂就签下了一份保单 等到真需要使用的时候 保险公司又是各种的规模 你去找当初的代理人 人家多半也已经离职了 多少亲戚朋友 就因为这一单保险 老死不相往来 这二三十年来的各种保险纠纷 基本都是这个剧情 另外保险不是一锤子买卖 需要交年费 等到购买者意识到不对劲 可能已经交了三五年了 不续费吧 保障就没了 前几年的钱就成了打水漂 续费吧 一年恶心你一次 可以说在保险代理人制度下 只有保险公司 是稳坐钓鱼台的胜利者 无数消费者被坑害 而代理人本身 也不过是保险公司的炮灰吧 因为除了代理人制度 保险公司还发明了 另一个武器 《基本法》 全称为 《个人受险业务人员基本管理办法》 也就是 保险公司对保险业务员的 日常管理 业务考核 待遇 福利等问题的规定 各家公司的基本法都会有出入 但是只用记住 其根本目的就是两点 一 规定KPI 比方说 新人的津贴只能领几个月 需要每月业绩达标 再加考勤达标 然后自月领取一半 剩下以此类推每个月平均分 如果其中某月业绩不达标 津贴也会归零 再或者刚入职 就要求代理人在规定期限内 必须有一定的开单量 不然就将代理人清理出去 二 拉人头 代理人可以发展团队 每拉来一个人 就能按比例抽取这个人的佣金 你拉来的人还可以继续拉人 对于发展团队还会有额外奖励 这套机制有多厉害呢 它充分维护了保险公司的利益 能快速剔除 没有能力卖出保险的业务员的同时 又迅速补充新人进来 只要这个流动性足够 保险公司就是稳赚了 刚成为代理人的新人 会发现那些每月两大单及小单 以为轻轻松松就能谈下 其实难于登天 于是乎为了不被清理掉 只能选择杀熟 开始找家人 找亲近的朋友 找同事 再之后打电话 微信群发 网洒网多互动 但要想把自己的朋友圈 快速变现 也没这么努力 那就每天多出去走走 咖啡厅 公园里 看看能不能碰到有缘人 但又实在摸不开面 拉不下脸主动搭讪 没办法 为了充业绩 只能选择先杀自己 然后安慰自己 既赠了佣金又买了保险 也算一举两得 第一个月可以这样 第二个月呢 第三个月呢 等到时机成熟 总有人来按戳戳告诉你 要想来一千块 清单不如找下线了 只不过每家公司 可能在具体的层级划分 晋升提成上面 有不一样的规定 根据中国企业家 某帮保险另一面的说法 在某帮招到两个人 成为A0助理经理 招四个人会成为A1经理 如果招的人里面有一个人 自己也招了四个人 他就会成为AE 随之原来这上线就变成了A2 如果下面有三个AE 那么这个上线就会变成A4 A4是经理的最高级别 如果下面有10个AE 那这个上线就会成为M1总监 总监和经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同 A级经理只有三代与其有关系 再往下就和他没有关系了 而总监无论下面有多少层级 都会有奖励 所以成为总监乃至更高 是很多人的梦想 这个职位也是所谓的 千万年薪的机会 当然不止某帮 在这方面 某歪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为了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 进去的新人们 不得不认真经营自己的朋友圈 分享自己幸福的状态 以求多刷存在感 这也是为什么 你卖保险的朋友 爱发朋友圈的原因 而我现在看到谁发就屏蔽他 其实这种制度本身 跟传销没有什么区别 但保险人员经常声称 是传销把他们的方式学去了 败坏了行业的名声 保险属于背锅 所以为了不被揪小辫子 我必须在此严正申明 一个东西 它看起来像传销 听起来像传销 但它一定不是传销 在通过代理人制度和基本法 两个武器进行扩张的同时 保险公司又是如何 让这么多代理人心甘情愿地 相信他们的人 我以前的视频曾经讲过成功学的发展历史 在某帮进入内地的90年代 恰好也是成功学开始在内地泛滥的年代 于是 金风玉露亦相逢 成功学成为了保险公司第三个武器 毕竟说到底 做保险的核心本质是销售 且保险是一款无形的产品 销售的是未知的风险 再加上 国人向来一谈生死 想要销售人受保险 难上加难 越是这样的行业 越需要外界力量介入 需要来自外界的肯定 而成功学的那一套自我暗示和激励 正符合保险行业从业者的心理需求 早在1997年 某安保险从台湾保险公司 引进了30多名培训讲师 而这批台湾讲师 就成了内地保险行业最早的成功学领路人 而他们的演讲模板 不外乎各种名人故事 或者让行业佼佼者 分享自己的经历 仿佛只要你肯努力 年薪百万乃十千万 也是唾手可得 在各大保险公司为了市场占有率 需要不断保持保费规模增长的竞争局势下 这些具有高度蠱惑力的培训演讲柜 都成了增援招新的重要渠道 如果大家对这一块感兴趣 有空我单开一期详细聊聊 回到开头的话题 为什么现在朋友圈这么多人 都是加入某帮保险 且职业上越来越高端化了 因为这种粗放型的人海战术 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 正在逐渐失灵 在被保险坑了二三十年后 人们对保险越来越抗拒 很少再因为人情而签下一份保单 经过各大保险公司的折腾之后 保险行业的名声已经臭了 所以单纯的人海战术不奏效了 保险代理人就要转向精英化 高端化 不只是某帮 某安 某态等等 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们都抢着要人才 想要以这些优秀人士做背书 并且大力推广 极力营造一种精英的企业文化氛围 本质上还是在贩卖焦虑 但这次锁定的是中产阶级 也就是所谓的高净值客户 而这些人大多也是失忆焦虑的中年人 或是遇到了事业瓶颈 或者因为疫情打击 在原本行业受到影响之下 只能谋求别的转机 他们需要一份看起来体面的工作 需要一份标榜收入无天花板的高型工作 去掩盖原本的失落 而保险公司也需要他们来装点门面 或者互相成全 营造了一种假象 所以他们在朋友圈喝红酒吃西餐 讲经济谈食症 力图让看到的人 认为他们岁月静好 生活富足 只为在合适的时机问一句 买保险了吗 说到底 这么多年来 看着卖保险的花样好像在变化 但套路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 有了不同的外壳 某帮这样的公司 正是因为过去没有某安这样的公司 扩张迅速 所以靠着百年企业外商独资这样的名头 相反更容易跟传统的保险公司做出割裂 即使是由它带来了保险代理人制度 但保险公司永远不会告诉你的是 任何时候基层业务员都是炮灰 无论你是企业高管还是家庭主妇 当你把身边的资源消耗殆尽的那一刻 就是保险公司放弃你的时候 你的人脉 你营造的形象 你消耗的人情 都只是为保险公司做了嫁衣 即使你签下过天价保单 在无人可败以后 依然得像普通业务员一样 打电话跑写字楼 你会发现代理人犯什么过错 都可能被宽恕 但不会有代理人因为不销售保险而得到原谅 于是新的焦虑诞生了 要么不择手段把保险卖出去 要么劝说其他人加入你的团队 把你的上线曾经灌输给你的话术 再重新讲给其他人听 只为有一天从卖保险的压力中解放出来 变成你金字塔尖的那个人 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 全国有超过973万代理人 累计有近5000万人从事过代理人行业 而接触过代理人培训的 则至少有1.5亿 2019年后 由于各方面因素 保险行业迎来了史上最严重的负增长 到了今年上半年 只剩下770万 两年时间 显余200万人 而根据某帮集团某区域首席执行官的说法 假设300个家庭能支持一个全职保险销售 中国14亿人 大约需要140万的全职保险销售 中国到底需要多少保险代理人 没有人知道 过去30年 有多少代理人被耗尽人脉 因为开不出一张保单 最后黯然退出 又有多少人因为人情买下一份保险 最后却得不到赔付 更是无人知晓 保险 就是利润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生意 而当如今所谓的 高学历 高素质 高产能的三高代理人们 再一次被保险公司和代理人制度榨干后 下一个群体又会是谁呢 消费 商业 洞见 尽在IC实验室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馆长 我们下期再见